那么多够这些羊是一丈五了 然后下午再放出去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二妹 我家这群羊已经卖了一个星期了 但是老板还没有来拉 我今天都打算不卖给他了 然后我说把电信退给他 如果我卖个稳定的话 人家早就来拉了 第二天就来拉了 但是他现在一个星期都还没来拉 然后今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他 跟他联系 他说他的羊这还没献好 要十天后才能来拉 所以今天早上我真的很那个 我说打算把电信对给他了 但是这个老板就一直坚持说 要买我家的羊 然后又给我打了一万块钱过来了 我就跟他说了 二十号是钱一定要把他拉走 如果不拉走的话 这个电信我也不对给他了 朋友们你们觉得我这样做 对吗 因为拖的太久了 这群羊的话 如果没有卖给他的话 卖给本地我早就卖出去了 真的价格也比他的高 我卖给他的价格还算低的了 但是因为当时他已经发定金 给我家里人了 他们已经瘦了 所以我就一直说要留给他嘛 不然如果我卖给别人的话 早就卖出去了 而且价格比他的高 然后今天那广东老板也说了 从明天开始我看他看 一百块钱一天 做实在的一百块钱一天 你万人别人绝对不会帮你看的 我也不愿意 但是我看他那么信任我 然后呢 加上他也是刚开始 就是养殖嘛 肯定有乱七八糟的事 我也很能理解 因为我也养殖过 我也知道 所以说我就答应了 这一百块钱一天真的 我随便去外面找一窝蜜蜂 都七百块钱了 但是那老板那么坚定的说要 所以就答应了 就是给他期限 就是在20号这个月 20号之前必须来 来把这群羊拉走 不是说我不好说话 前期好多人都问我 买这群羊 在这一个星期 我该喂的喂 该放的忘 我都帮他放了 但是现在他说 还要等几天 那就再帮他看这几点了 如果在这几天不来 那我直接定金 我就不会退给他了 早上我也割了早来喂了 下午我放的有点晚 四点钟才放 现在已经六点钟 羊又回来了 虽然我已经把羊卖给他了 但是该放的 我还是放该喂的 我也照样给他喂了 你看我的羊 还是那么肥 今天我都说了 如果我不帮他放出去的话 羊会瘦的 那个老板说 瘦就让他瘦了 看看这些羊 回来够了没有 够了就 把它关到羊上 收工了 本来以为今天给他放碎油 一点就解放了 哎 没想到老板又堆子 再来药了 这些小家伙 这些小家伙